第2堂課 我們現在開始來 講第2堂課 這堂課其實最重要的 這一次我們五分鐘把它解決 這一次我們五分鐘把它解決 我們已經講過了 我們直接 單刀直入了來看 網路廣告行銷 它的傳播我們是這一種 這一種,你看你的訊息 丢出来 它又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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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来传去 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 而大众传播 是透过一个什么 单向的线性 而完成的传播模式 这一种模型 你如何让讯息 它的动力 从这里东西把它移动到这里 要的是什么 刚才讲过的 要的是什么 钱嘛 对不对 有钱 你就可以到电视台 它就动不了了 除了你 是设计跟包裹 有被砍掉 不然就会动 但这个东西 你的讯息 它要能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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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来源 是什么 user必须要参与 对不对 user必须要参与 这时候个人的使用 必须就参与在其中了 这不一定是钱能解决的 虽然其实可能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 但是 至少个人意志的什么 参与 你看你的讯息来了 我的讯息在传出去 各位想想Facebook 我的讯息在传递出去 这样子 你可能参与性的力量 是很重要的 你的讯息 必须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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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联能够参与 他才愿意把你的讯息传递出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以前你不需要考虑参与这个条件 因为这是单线的 现在你需要考量参与的可能性 我的讯息才会在这种模式传递出去 想一想 我刚才想过 有些人的Facebook就这样子 有些人的Facebook写出去 人家理动不理他 有些人的Facebook 我只会按赞 我不会插嘴 有些人的Facebook 你既会按赞 又会插嘴 什么状况下 你会按赞 什么状况下 你会插嘴 那表明 既有按赞跟插嘴 那是一个什么 对话 对不对 一个什么 受众跟发卦官 愿意参与的行为 你只有照照这一种 发卦官跟受众 都愿意参与的那个行为 你必须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的讯息它要怎么移动 所以整个刮固 宝告行销 最重要的核心 跟以前的大众传播 刚好跌倒 以前的大众传播 说要创造一个什么 意义固定的 slogan 记住哦 意义固定 是有意义的哦 透过每一件 去传定 网路广告 并不需要创造固定的意义 意义被固定 人家就不会插嘴了啦 对不对 我们对话是这样的 我们对话哦 对话那时候移动 最重要的条件是 你不可以创造意义的固定啊 如果我们讲话之前 我就跟你说我对 你错 废话你不要再讲 你算老子的 那个会对的话就会停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不可以创造一种意义固定的什么 语言在 你必须要创造一种 可以让对话进行 与流动的 那个什么 平台 想了很多年了 那句话还是不是想出来 对不对哦 你们有够帮我想一下广告系的 你们不是一个创意 对不对哦 意义可以参与流动的对话的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其他人 如果你非事不可来感觉哦 一个平台也好 所以并不是考虑意义 而是考虑懂平台 这个平台让对话可以进行 这个平台让发话端 跟塑画端 都愿意在自由意识之下 不断的参与意见 在不断参与意见的过程当中 让讯息传递出去 十年前我就再讲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讲的很痛苦 十年前有没有Facebook 没有 我只能理论的讲 你知道吧 这个叫类西施文本 这个叫什么文本 读兰巴克什么讲 那个意义呢 意义不能写词 意义要空气 意义要破裂 这样子你能够插入意义好 想半天我去讲半词学 就很睡掉的天 对不对哦 感谢Facebook 我听讲这个 Facebook实践的 我多点理论下让我这空 现在我都不用讲那些理论 以前我要讲很多人 罗兰巴特 从那个结构 后结构 也都讲到罗兰巴特 讲到意义的死亡 作者的死亡 什么要作者死亡 没有作者这种事情呢 这个有作者吗 对话有作者吗 没有啦 对话只有平台 对话没有作者 后结构是对的 我真的这么相信啊 我们这个东西 只是把后结构的概念 在这个世界上实践而已 这个作者吗 你认为第一个发光的人 这个是作者吗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整个文本的形成 是大家构同参与的 哇 十几年前我为了讲这个 讲个半词现在不用了 跟你讲Facebook 没有懂 真的是这一种 很典型的 后现代作者遗史 文本的 传统的 所谓文本的遗史 概念什么 现代外 真实的展现 所以各位 网路广告行销 不是创造意义 我再讲一遍 意义的词带过去的 可能会被老师那个办事 没有意义是会死的 个人放在新闻心里面 解析我如果不需要意义 解析我的创造品牌 还得了 照路对 看看这样讲 会不会弄钱 我的意思是知道 广告系 广告系比较没有这种包袱 意义的时代时耳 你要找到的是意义 尤其是广告系最次耳 你有没有能力 创造一种 可以产生对话的平台 这个平台 是在媒体宇宙 对话的平台 在媒体运动 在英特典的媒体运动 就会产生这个效果 你的广路广告 最基本的模型 就完成 对不对 论证得真的很精彩 我只是没有跟你讲 你够处理 背后处理 我也够 什么德里达 后结构 后结构 你够处理 的行为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在感受这个东西 只是没有人把它 很理论化而已 而Facebook 或者现在的微博 或者现在所谓的网路 不断的在具体的经验当中 实现了什么 后结构 语言学 甚至后现代里面 走起来掉的 有什么 沟通的模式跟现象 真的 所以各位 脑袋就是运转 想想我的座位要怎么做 我们的座位也在 我这个圈子要搞得同 对 我们学习结束 如果有这次来的采访 每个人都发生体调 多近有来的 那希望你这只能 对好 就讲一道 那基本上 想想 如何创造一种 媒介 这个媒介 可以产生对话平台 是指南克的最重要思维的核心 其他不用我教 这四年 太多人这里没教了 你没学的 所有大部分 传播都这一套 不用我教 我要是这个东西 新的 网络广告行为 最重要的产品 跟传播模式 今天我们讲到这 谢谢各位